大家好,我是Matthew Kwan 今天我想和大家讲一讲 怎样可以做E-mail的Marketing 做得更加好 首先我们发觉订E-mail实在很难 很多时候你都落到一个Junk E-mail Box 怎样可以由一个Junk E-mail Box 进入你的Inbox 或者进入你的目标客户 你的Target Audience的Inbox 这实在是一个技巧 坊间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可以帮助你 亦有不同的平台可以帮助你 但随此之外 你有一个subject line的设计 你有一个内容的设计 都直接影响到你没有办法进入Inbox 对于一个客户来说 如果我要打开你的E-mail 第一件事就是决定 究竟我认不认识你 如果我认识你 我可能认识你 但我不认识你 我就可能单凭靠你的subject line 如果你的subject line 写得好 只不然能够吸引更多客户 但如果你的subject line不好 可能两东西已经杀了你 当我打开到你的电邮内容的时候 我就要看看 究竟我能否有很短的时间 可以看到你的内容 现在的网民基本上是没有耐性的 所以你就要在很简短的环境下 很简短的蝙蝠底下 能够吸引到你的网民 或者客户的兴趣 以至能够采取行动 我的行动可能是 点击你的link 可以到你的网站 或者直接去下转 去购买你的产品或者服务 这些都不容易 又是需要的练习才会成功 希望大家能够很成功的接触到你的客户